俗女白天很多事 俗女晚上有親事 幫你搞定 俗女家務事 有一個新聞就是 小孩被侵犯 就會跟他說 有大人找你幫忙 那他一定有問題 因為大人應該找大人幫忙 長輩都講 你只要MC來 你大概主場其實剩一年了 每天都要跳 跳一百下才能睡 明明就沒這回事啊 所以你可以長 可以長高 最多可以長到四年 然後一年十五公分 那就不得了啦 可以繼續跳高 好恐怖喔 對 今天其實我們要討論就是說呢 當一個新生命到來的時候 媽媽總是特別的緊張 對 尤其當親手媽媽媽 難免的 想當初我們也是 這麼緊張過來的 對 我們也是過來人 那最近呢 我們小兒科醫師 陳慕容醫師 這在臉書呢 就發表了一篇文章 得到非常多的迴響 他就說啊 有位親手媽媽 就是一直不斷的在私訊 問他問題 就說 我用放大鏡看啊 我兒子的這個疫苗啊 他是金色的 對 這有沒有問題啊 幫大家近看 對 有一個金色的小毛 這個有沒有問題 就很緊張 然後陳慕容醫師就跟他說 應該還好 然後他說 我跟你講他腳底 有一個很小的痣 我也是用 幫大家近看 那個痣會不會惡化 然後陳慕容醫師說 那應該還好 然後他又來說 我跟你講那天我翻開 我兒子那個眼鏡打開 裡面都是小血絲 還好嗎 有沒有事 那陳慕容醫師就說 就不要再用放大鏡看了 其實媽媽太焦慮了 很焦慮 但是你知道前一陣子 不是也有一個新聞嗎 所以有一個小朋友兩歲 然後在過吊橋的時候 其實媽媽從頭到尾 手都牽著 可是因為就是風吹來 然後小孩突然踩空 然後那個吊橋就鬆開 就小孩就掉下去了 好可怕 那其實真的看到也 真的覺得很難過 當媽媽的那心有多痛 所以其實你說有些事情 到底是媽媽的過度焦慮 還是有些事情 其實是我們神經太大條 應該要更注意才是 今天要好好的 跟各位媽媽們 一起來討論一下 好難道喔 大家可以來看看 自己是不是真的擔心的是 在正確的地方或太多 那首先第一個就是 這個環境不安全 你有沒有覺得說 曾經就是我好擔心這件事情 然後反而被身邊的人 覺得說還好吧 然後翻白眼對待過 基本上像我的狀況 就像你剛剛在講 那過吊橋的事情 我真的覺得 小孩跟媽媽的時候 是不能分開 無論如何 尤其像這一陣子 那個行車紀錄器 大家會看到 很多那種行車紀錄器的新聞 我印象我到現在 我閉起眼睛 我還看得出那個畫面 就是這個巷子 兩邊都停滿了車 然後一個人就在開車 突然從旁邊停的車 跟車的縫隙 衝出來一個小孩 然後當然那個人 他好像有撞到那個小孩 我有看過這裡 因為我心裡在想說 當然 我第一個反應是 媽咧 然後再來我心裡想說 如果我是駕駛 我當下我到底來不來得及 踩煞車 對 因為其實從行車紀錄器看 那個車速其實並不快 大概 太矮了 對 因為它那個高度 我猜那個車應該是休旅車 所以它其實高度 已經比較高 然後我看到那個行車紀錄器 已經在引擎蓋下面 衝出一個人影 所以我心裡想說 我是駕駛者 我應該也會來不及踩 對 因為那個太突然了 所以其實從小 我就跟我兩個小孩講 不論你們在哪裡 兩隻手 一定要跟我牽著 而且一定要牽緊 對 我甚至有時候牽著我的小孩 在路上看到有媽媽 放著小孩自己走 就是不管幾歲 當然如果很大也就算了 就是那種幼稚園的小學生 我牽著我兩個小孩 我還跟那個媽媽講說 我說你拿著手不牽著嗎 對 不玩到別人家對不對 因為我看不過你 因為我真的覺得 尤其是 你會幫他擔心 尤其還是那種 就是幼稚園的 你說小學 對 那個幼稚園 你根本不知道 牠看了一隻狗牠也追 看了一隻貓也追 所以宇安 你小孩現在多大 我小孩現在 28人 28人 還在前 還在前 你問到一個重點 我兒子現在國一 他170級 已經比我高 還要簽嗎 還要簽 還要簽 我覺得這個 根本不是媽媽的焦慮 真的是媽媽的私心 對 想要一輩子都牽著兒子 因為牠會滑手機 牠邊走邊滑手機 當然到紅綠燈牠會停下來 但是我都會覺得 牠沒有辦法專心 對 所以我牽著牠 牠現在已經不跟我手牽手 但是我會這樣子 抓著牠 抓著牠 我會抓著牠 牠兒子女朋友一定會說 為什麼你都用右手牽我 然後因為 媽媽說那個女生 對 而且我一邊牽 我到紅綠燈 我還會跟牠講說記得 紅燈 綠燈型 黃燈要注意 還沒講 就一直講 就是我很怕 我希望這件事情能夠 生殖到牠的DNA裡面 讓牠知道紅綠燈很可怕 這個媽媽我們已經知道 她的病症有多嚴重了 乃貞現在小孩比較小 對 我應該在裡面 算是最菜鳥的媽媽 可是因為你知道 前陣子也有一些新聞 就是小孩被侵犯 有些用字緣就被侵犯的那種 你防不勝防 因為小孩 我能嗎 然後你知道這種 你就只能教你的小孩 自己要保護自己 對 所以其實我那時候 女兒一歲多的時候 我就看到這個新聞之後 我就馬上下訂了一堆那種 有一些那種安全防範 給小孩看的書 我就是每天在家裡 就唸給小孩看的書 那時候牠多大 一歲多 我會覺得好久 那邊的世界好可怕 對 那有什麼牠聽得懂了嗎 其實那本書是有點成熟 我老公看到說 這本書不是六歲小孩看的嗎 但是其實我就會借機 牠還是有一些圖片 然後我就是慢慢的催眠 慢慢的講 對 只是一種催眠 也是生殖DNA的概念 對 就是譬如說 我跟牠洗澡的時候 我就跟你說 就會跟牠說 穿泳裝的地方 是不能讓人家碰的 男生 女生都一樣 那如果有大人找你幫忙 那牠一定有問題 因為大人應該找大人幫忙 怎麼會找小孩幫忙呢 我就一直重複講這件事 所以其實我女兒到現在 有時候到外面都會很怕 因為有時候我到外面 我還會跟牠說 妳在公園玩一定要跟著我 路上有很多叔叔阿姨 是沒有小孩的 牠就會把妳帶回家 妳就一直牽著牠 妳就牽著牠 妳這樣從小 讓孩子在一個 就是超恐懼的狀態這樣 很沒有安全感 可是這樣牠就真的會很安全 牠就一直要跟著媽媽在旁邊 不會自己亂跑 因為總比牠真的 被人家抱走好吧 是沒錯 對 但是我也覺得 小孩對環境 可能會有一點過度不信任 所以蘇青姐妳有聽過 就是比牠們還誇張的例子嗎 我覺得比牠們兩個還誇張 有點不容易 為什麼 所以妳覺得 妳覺得很舒服 一歲半的小孩 就在提醒牠說 社會有多顯而易 高異的 國異的 國異的都還要牽著 過紅燈屏綠色型 我覺得 但是真的現在 我一直不懂 為什麼現在媽媽們 明明小學就在妳家旁邊 妳還是很不放心 妳嚇小孩自己走路回家 這件事情 之前我有個朋友 他是老師 他說他一直覺得 他們那個區有一個家長 他真的很受不了他的焦慮 他說他的小孩 他都估算說他的小孩 大概就是從放學抵達他家 大概幾分幾秒大概會抵達 他的那個Range 就是物差範圍很短 大概就是兩個紅綠燈的範圍 所以他想兩個紅綠燈的範圍 大概就是前後一分鐘 所以比如說如果說 他覺得應該要40分鐘要回到家 他說不誇張 那個媽媽 他可能41分鐘 就會LINE老師說 老師請問我們 那個小晴今天是怎麼回事 她還沒有到家 老師就說 然後說 她是有跟大家一起走出去 她應該待會就會到了 她只是上個廁所 然後再過兩分鐘 老師 這樣子 你覺得我如果再過多久沒有來 我現在已經到社區門口了 老師說 妳現在會三百萬給我 我就還給我 反正 不拿 百不拿 一定給的 帶著什麼到社區門口 老師我待會兒就 我會沿路找過去 那如果真的找不到 您會不會覺得 我是不是應該去報警 或你們學校有什麼通報的系統 老師說 媽媽 現在才過了十分鐘 妳真的覺得要這麼緊張嗎 結果後來她說 那小孩子可能比如說 十五分鐘就到她家了 然後媽媽一問就說 妳為什麼這麼晚才到家呢 她說媽媽因為我走到一半 想到我的便當盒忘記帶回家 我就回去拿便當盒 拿了便當盒之後 我又突然想尿尿 所以我就先去尿尿之後再回來 媽媽說不行 放學如果妳要去上課所 我也會算時間 因為現在的那個 時間好可怕 不是 因為他們都會 放課他們會那個學生證去B 然後B 他會傳簡訊到我們的手機 妳的小孩幾點幾分離開學校 好興趣喔 對 然後我就會想說 好像時間差不多了 我當然不會到 我不會吵老師 我是問我兒子 我說妳四十六分妳就已經B了 妳已經離開學校了 現在已經十分 那家裡很近 為什麼要這麼久 然後她說沒有 我跟同學聊天 我就喔 好 像我小孩 小孩子 對 我就到了一定程度 因為妳就會幫他佈置嬰兒房什麼 就給他一個房間 然後我們一個房間 我就在兩邊擺了一個監聽器 然後我想一般家長應該都會吧 不會 對 對 我也有 後來因為他就一直放著 一直到他念幼稚園 突然有一天 我就聽到那個對講機 因為都開著 我就突然聽到我兒子在講話 我第一個反應我就是跳起來 然後我根本拖鞋來不及穿 我就手抓到一個什麼東西 我就抓了一本書 我就到他房間我想說 招鞋來不及侵入 拿書幹嘛 我想打開 你太張了好不好 我以為妳手邊沒有東西 我以為妳拿什麼聖經 還是什麼要去那裡 我以為妳去那裡 沒有 我就床邊有書 我就第一個直覺 就是拿個東西 到時候用手打會痛 有個書 K也好嗎 給我一點時間 有個東西 我就趕快衝衝到他房間 沒打開 差點喊說是誰 好可愛 很可愛 不是 你知道 當你睡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你的小孩 在跟人家講話 我覺得那個是 會讓你歇斯底里的事 因為太多那種 半夜被擄走的小孩 美國電影 都會先對話 對 她一定開始先對話 比較靈異的 都不要跳 對 不要跳 歡迎大家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妳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妳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